No.5 Lair on Lair 高层次加高层次 利用1T1侧中阻线和耳部的高度将头发分片 先设想后脑区的长度 然后取一条位于此前处在上方15度位置的呈自然圆润型的切割线 将头部向前倾倒15度 利用一个发术来剪切下层区 确认左右侧的长度 剪切后脑部的中层区 将策划区的中层区设置在前上方15度的位置 向前方拉出15度以后 在后脑部的延长线上进行剪切 修剪侧发区中层区时 向前提拉15度的目的 是要在与后脑部衔接的侧发区线条上 略加入一些柔软的小层次 另一边的侧发区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同样进行剪切 在约前上方15度的位置进行剪切 剪裁上层区时 要把所有的头发向正下方梳理好以后 在最准引导基准线进行剪切 注意剪裁时不要令发术提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区 至此外围线已经修剪形成 剪切时要注意发术的拉出强度 头发的梳理方向 发术的拉出角度保持均衡 注意前面位置不要修剪的太往上 利用眼角的宽度去三角发区 利用梳子设定发长 关于前发长的设置 鼻子和眼睛区域的部位提升45度以上时 脸部周围可以形成一个自然的圆弧度 提拉45度以上的角度再进行剪切 提拉的角度有多大 线条就会形成与之相应的圆润弧度 沿脸形线取发片 第二部分的层固以上的头发 要水平方向拉出发术做好准备 第二分层点以下的头发 要纵向梳理好 令其与并角相衔接 第二分层点以下的部位 要先做好纵向梳理 修剪时 要令其与并角间进行和谐的衔接 另一半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修剪 侧发区也是要以与水平线乘30度的角度为目标 侧发区要将发术进行纵向梳理 注意手指尖要朝正上方向 另外 另一边的侧发区 手指尖则要朝正下方向 这就修剪出了脸形线的第一发术 Pot 理解脸形线的曲面变化 为了能够体现出自然的圆弧度和第二分层区效果 第二分层点以上的侧发区 要将发术呈水平方向拉出 在第一发术准备的位置 依次的将下一发术叠合后进行修剪 在修剪第二分层线下方的侧发区的下一个发术时 修剪右侧发区时 手指尖要朝向正下方 修剪左侧发区时 手指尖要朝向正上方 修剪时 要令这些发术重叠以后 在第一发术的位置 这里拉出角度的基准 为雨水平线乘复数30度的角度 另一边的侧发区 也要同样的拉出并做修剪处理 做J字造型时 突出的角度 要做检修处理 另一边的侧发区 也要同样的进行修剪 至此 脸形线部分修剪完毕 Pause 注意检查拉出的角度 左右是否相对称 在第二部分层点上 将头发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将下层区的后中部 按照一厘米的宽度取发片 然后修剪出一些大的层次 关于下层区线条的确定方法 要先水平方向拉出发术 计算后颈区的厚度 然后从此处呈垂直方向 设定引导基准线 计算轮廓的量感 Volum的位置 重量位置 和后颈部的厚度 确切切口的位置 切口的上部A会决定重量的位置 厚度的分量会由下部B的长度所决定 修剪以后 特面观察现有的形体 与将要勾画的重量感和厚度感 是否相协调 第二发术 拉出发术 令其与头皮呈垂直状态后 再进行剪切 先把一个发术放下来 然后再加上一个新的发术 将发术与头皮呈垂直状态 提起以后 沿引导基准线进行剪切 第三发术 也是要把发术与头皮呈垂直状态 提起拉出以后 进行修剪 徐徐的将发术的角度向纵向提起 直到紧角区的这段期间 都是以90度抒法 将发术与头皮呈垂直状态 提起的方式进行 从第四发术起 将其拉向前一个发术 与头皮呈垂直状态的位置 进行剪切 颈角第四发术的外侧 都是采用over-dilation的方式进行修剪 边拉向前一个发术的同时 边徐徐的提升所拉出的角度 第五发术 也同样是要拉向前一个发术的位置 进行剪切 剪切时 总是要留意测算外围线所剩余的厚度 第六发术 为避免外围线上出现断层 应将发术的角度逐步的纵向的提起 请确认此时发片线在后中线从垂直状态 慢慢的发生向后倾倒的变化状态 这是由于为了能够正确的进行over-dilation以及正确的控制厚度的保留方法 而令发片发生略向后倾倒的变化的 这样发术就会行动到脸形线的位置 后中线呈水平方向被拉出的发术 在脸形线的最中的位置 会从水平方向向上提起 约30度到45度的角度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样的进行修剪 Point 正确的取第二分层线 注意把握重量点和厚度点的行动状态 为了令大层次和重量部分能够取一个适当的角度 从后中线取一个纵向发片 然后略向下方拉出约一厘米左右 令其贴附在头部 为避免外围线显得生硬 衔接部分要做出一个圆弧度 注意颈角外侧的部分 发源线侧要进行overdilation的修剪 以令其被拉向后方 同时也要提升发术的拉出强度 令其外围线上不会出现断层的空缺 由于侧发区部分不太会出现角度的 所以请检查一下后脑区之后的衔接部分就可以了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样的进行修剪 请注意 角度如果取得过大 外围线上就会出现断层 应从第二分层区上方的 顶层区后中部处 修剪出大层次 修剪出顶层区的正中线 拉出下层区的正中线 以下层区的长度为起点 令大层次与顶部层次能够很好的衔接起来 考虑头发下垂的时候的重量位置 顶部的亮感等设置发术的长度 结合下层区所确定的 over dilation的修剪情况 顶部也要同样的进行over dilation的处理 其前方发束修剪要稍微长一些 另一边的策划区 也是要以头顶部为中心 呈反射状的分出发片 到侧中线主线一梯一部分 都要进行同样的进行修剪 设定角度时 基本上要令其能够与下层区 自然的行接起来 将后脑区的大层次去横向的发片进行检查确认 顶层区前额部分的剪切 划分出与侧中主线部分 一梯一部分平行的发片 修剪出与后脑区已修剪出的大层次 完全相同的大层次 并且略向后倾斜时 同时结合正中线进行修剪 剪切进入到前额区 另一边的侧发区也要同样的进行修剪 至此 左右部分全部都修剪出了大层次 了解因顶层区和下层区的大层次角度的设定 所带来的轮廓变化 基本上各片区间都是采用衔接剪切的方式 检查头顶至前额区中心位置的角度 侧发区的发片要利用斜形发片进行修剪 最终确认后脑区大层次感的效果 后脑区的分层区也是要利用斜形发片进行修 另一半的侧发区也要进行同样的剪裁 至此剪切完毕 基本的清修都是采用内卷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要注意把握造型时的层次安排 该发型的设计是将头发分成两个大片进行剪裁的 以尽可能的将下层区的头发打薄的方法来掩盖下部的重量 由此略有重感的顶部轮廓就会相重合 以高重量的位置标速出了年轻时尚的外形轮廓